专载自摆家号作者 比赞一边而据报道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与亿万富翁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相信这些亿万富翁会是球队的好老板 因为只要有球队出现 他们就会成为球队的老板 当卡罗兰的黑豹今年被卖掉时 最终的新东家大卫太破 被广泛认为是联盟的首选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甚至保留了一贯钱的所有者的名单 这些人被称为小老虎 John Waltham在体育话报上 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内容是关于NFL的家族所有权模式 其中包含了一个有趣的关于联盟的商业运作 以及联盟如何谨慎的管理 或者可能是微观的管理球队的销售 维特海默写道 一位对NFL有第一手了解的消息人士告诉科学杂志 NFL为了对抗被弗利山庄事件 会与一群亿万富翁保持密切联系 而这些亿万富翁有可能 甚至可能会购买一支球队 在金融背景下 他们可能会以专业 情感超脱和事故的方式管理团队 不受家庭戏剧和情节剧的影响 他们会购买一个团队来分翻现有的财富 而不是创造新的财富 据消息人士透露 联盟的想法是这样的 32家NFL特许经销权 应该像他们拥有的数十亿美元资产一样运作 不项数百万美元的资产 这份报告与最近一份有关NFL球队 被卖给亿万富翁大卫泰珀 David T.Apple的报道相问和 据报道 泰珀更倾向于收购NFL球队 维特海默接着写道 在NFL总部填在所有者名单上的名字 被称为老虎宝宝 罗杰古德尔Rosa Goodell The Goodwill是纽约一家成功的最终基金 Tiger Management的长期法律顾问 他的同事包括有能力和兴趣 拥有一只NFL球队的人 虽然可以理解的是 联盟想要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独家俱乐部 但值得问的是 这种安排是否能在NFL的领导层中传播群体斯文 而这反过来又可能解释 联盟最近的一些兵杖和争议 这种安排是否能在NFL的领导层中传播群体斯文 这种安排是否能在NFL的领导层中传播群体斯文